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衡非常需要您的鼓励和支持 老人的两个听话子女 77岁的吴先生家有两个孩子 一儿一女 儿子是老大 孩子们的小时候家庭生活条件不太好 俩孩子性格不一样 儿子跳脱 小时候撒花地玩 老力和爱人忙于工作挣钱 管教的功夫也少 女儿正相反 小时候很安静 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陪着爸妈 让父母很省心 儿子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 到了一个工厂上班 算是他们那一代人里面上班比较早的了 原因很简单 老俩希望孩子能早点给家里挣钱 女儿一直学习成绩比较好 父母也抱了很大的期望 希望家里能出个大学生 女儿不负众望 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 把老力两口子高兴得不得了 女儿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父母身边 在当地一个不错的单位找到了工作上班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孩子们都成家有了下一代 老俩也都退休了 儿子因为学历和性格 事业上一直不好不坏 女儿能力强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但是一直让老俩欣慰的两件事是 儿子女儿对他们都很孝敬 而且兄妹俩感情特别好 女儿时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 爸妈 要不是我哥参加工作早 弄不好我还考不了大学呢 那时候家里多困难 我哥也给家里挣了不少钱才供得起我 每每听到这些话 儿子都无所谓的哈哈一笑 嗨 妹你可别这么说 我挣那点钱 自己够吃够喝就不错了 主要是爸妈辛苦 话虽这么说 其实谁心里都明白 明白人都是心照不宣 只是儿子习惯了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已 女儿对他这个哥哥内心里特别感激 大哥刚开始上班是没挣多少钱 但是减轻了爸妈多大的经济负担 起码不用养活一个人了 这就是能给到爸妈最大的帮助 也是对自己最大的帮助 自己上大学的时候 哥哥时不时的十几块钱 几十块钱的塞给他 钱是没多少 但他知道 那完全是哥哥给自己省下来的 彼此之间知恩图报 一家人一直很和气 很和美 兄妹俩都是知恩图报的人 对吴先生老俩 孩子们一直都特别关心 尤其是在老人退休 渐渐上了年纪之后 女儿经济条件好 在老人身上花的钱比哥哥多点 儿子虽然经济条件不好 能多花时间陪伴老人的 一定会常回去看看 就像口中常说的 陪伴是最大的孝敬 看这两个孩子这么懂事 老俩特别知足 自打儿女们也有了孩子之后 老俩对孩子们特别亲 从来不会考虑 儿子女儿的区别 在他们心里 儿女都是自己的好孩子 一家人能有今天 那是一同把这个家 撑起来的柱子 相互依靠 相互扶持 少了谁都不行 女儿对大哥的家人特别好 她知道跟大哥之间 没有必要说什么感激之类的话 更没有必要给大哥什么钱财 她把对大哥的那份感情 都体现在了对侄子身上 当个好姑姑 就是对大哥最好的回报 吴先生的老伴 在74岁那年过世了 经过将近50年的共同生活 一起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 自己身边人走了 也掏空了吴先生的心 孩子们悲伤 也特别心疼父亲 虽然谁都知道 这一天永远无法逃避 但是 人都希望能来得越晚越好 母亲去世之后 两个孩子陪伴老人的时候更多了 对于他们来讲 这可能也是唯一能为父亲做的事情 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母亲 在父亲心中的位置 浑浑噩噩地过了五六年的时间 吴先生快八十了 能明显感觉出老态 一天 儿子和女儿过来看望吴先生 女儿一进门 看到哥哥表情不太好 父亲闭目在沙发上坐着 以为父亲有什么事 赶忙问道 怎么了 听到女儿的声音 吴先生睁开眼睛 看到女儿说了一句 没事 刚才和你哥商量了点事 闺女你正好也来了 我再一块说说 儿子听完打断了父亲 爸 你也别说了 我刚才已经表达了我的态度了 吴先生用柔和的眼光看着儿子 没事 让你妹妹也听听 看看大家的意见 这事儿是咱们一家子人的事 闺女 是这么个事 我这岁数也大了 说不好听点 指不定哪天就走了 我这些时间 一直在考虑一件事 我和你妈救你们俩孩子 我们也没多少财产 最大的财产就是 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还有那点存款 你们俩都特别好 说心里话 在我心里一般沉 想比较起来 你哥哥可能条件稍差点 我想着 平衡一下 把我们这套房子留给你哥 家里的存款留给你 爸不是偏心 这些年你们对我和你妈都特别特别好 我这么想 就是想让你们生活条件上平衡平衡 没有别的意思 吴先生说完之后 儿子直接把话接过来了 爸 我不是这样想的 妹妹 你也听听我的想法 我是说啊 咱们自己混成啥样 是咱们自己的事 爸妈把财产留给咱们兄妹俩 已经是给咱们俩最好的恩惠了 不能靠着爸妈的财产搞什么平衡 再说了 我妹对我们一家子这么好 有什么事还怕不管我 女儿终于明白 哥哥脸色为什么不好看了 听完父亲和哥哥的话 女儿没有一丝犹豫 爸 按照你的意思来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哥 就这么定吧 按照爸的意思来 就像刚才你说的 万一我有个什么事 你还不管我 钱财这些东西 是爸妈给咱攒下来的 给你给我还不一样 这事咱不争了 咱们尊重爸的意见 儿子刚想再说话 妹妹直接打断了 哥 这事你就让着我吧 家里啥事都听你的 这次听我一回 听爸一回 不平衡的公平 看着儿子和女儿之间 为财产的争执 吴先生心里特别高兴 按理说 怎么分的事 压根就不需要跟儿女们商量 老人自己做主就行了 儿女认不认 无非是老人分的公不公平 儿女们心里公不公平而已 但是谁也做不了老人的主 在吴先生心里 一家人是家 不管是自己的事 还是孩子的事 都是家的事 必须要大家一起商量 一起决定 我再多说两句 咱们一家子 这些年下来 从来没有为钱的事争执过 缺过钱 小时候你们跟着受了不少苦 你哥哥早先参加工作早 照着你哥哥的那聪明镜 上个大学应该也不是多大的男士 上班也是为了解决咱们家经济困难的问题 这一点上 爸妈心里也挺感激的 闺女 我相信你也挺感谢你哥哥的 所以我想着这么分 也不是偏心 也算是对你哥哥的一个补偿吧 听完父亲这些话 哥哥眼圈有点泛红 沉默了一会儿 强撑着笑颜说道 爸你也别说这些 那都是应该的 再说了 我这性格 让我安心下来学习也够呛 妹妹懂事 更是给咱们家争光了 我还是那个意见 爸 你们的财产怎么分 我觉得不公平 咱们家不能这么分彼此 吴先生摆摆手 行了 咱不说这事了 就先这么定了 今天给你们俩孩子 把事情说清楚了 我心里这些天的石套 算是落下来了 你妈走了 也算是我替她做了决定了 你们都挺好 都是好孩子 一家人和谐 才万事兴 有时候听到一些朋友抱怨 这年头 明白的老人不多 也有好多朋友抱怨 老人都疼自己的儿子 都有性别歧视 儿女有别 我们不能这么绝对 只是我们听到的 看到的 持这种态度和做法的老人 却有不少 我们也不能否认 老人处理事情的态度 对儿女们的影响特别大 不是体现在钱财上 钱财是形式 从根本上影响的 是家庭亲情关系 孩子们长大了 对老人的尊重和孝敬 表达的是孩子们的为人 和以家庭为重的态度 这些并非是体现在 谁有钱的问题 所以儿女们都值得 获得老人的奖励 女儿坚决同意自己少分 大头留给哥哥 体现的是对哥哥的恩情 亲情的报答 虽然用的不是自己的钱财 所以 吴先生的儿子和女儿 是值得平衡的 而且吴先生的想法 在这个家庭中 实现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 您觉得呢 看完这家人的故事 您有什么感想呢 觉得文章不错 别忘了右下角按赞转发 这篇故事 值得您收藏起来好好看看 感谢观看 打赏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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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